我们现在跟各位分享直方图 那点选这个新增一张资料表 直方图是什么 直方图通常我们再去算那个 例如说 例如说登革热的病例数好了 它在每个月是不是资料 就是登革热病例病患发生的情形 有没有一个分布情形 分布有好多种 有透过经验法则的分布 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值 举例来说我们台湾各 例如说好了 一个卫福部的人的身高来去做调查 例如说男生好像发现在170公分左右 女生大概在160公分左右达到最高 然后可是接下来呢 它会往往 例如说 180方向递减 往 例如说男生 170到180会慢慢递减 然后170到160也会慢慢递减 成一种分布 那这分布 我还是给你们看一下图好了 例如说到底什么叫分布 例如说假设我们讲说 卫福部男性的一个身高的分布 我就随机去抽样 例如说30个大数发射 或是1000个 那我就想要去看说 这个平均平均大概是多少 例如说讲是170公分 然后170公分到180公分 就慢慢逐渐的下降 170到160也逐渐的下降 反正就是170次人数是最多的 那我们最后可以画出来 像这样子一个分布的情形 那通常分布呢 有很多种 像这种成中型的 也有一种是单尾的 单尾的 例如说这个叫做右尾了 反正就是往右边 一直不断的往右延伸过去 当然有可能是左尾的 那还有分布 有可能是不规则的 所以那个学卡夫他就是 他就提出一个特殊的 一个分布的计算 好反正这些分布 都是跟我们统计是有关系的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例如说 我们那个各产品类别 各产品类别 它的一个销售好了 它的一个销售的分布的情形 是怎么样 好那我们可能呢 先把这个销售快速点两下 就是通常我们算分布的话 大概就只有丢一个数值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分布图 这样就算完了 可是分布图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那个病 例如说好了 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 那个登革日 耗发在几岁 几岁的一个分布 我们可能就要去定义 例如说四岁为一个兼具 那现在例如说 我们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要去定义 它的一个定义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边是零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447 它一个并的宽度就是447 然后再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894 因为447乘以2就是894 就是零到447这边有很多很多 然后接下来 那447开始到894有多少 就开始下降 好那我们可能哦 要去修改一下 修改病 因为这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病的修改在哪里 病的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你看一下哦 刚刚我不是直接 只有点一个cells吗 对不对 然后cells很单纯的 很单纯的点了一下 这个histogram 它这边就会变成 把一个数值变成两个数值 其实它会多了一个叫做病 所以请问一下哦 病是文字还是数字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病是多增加出来的嘛 所以去哪里找 所以你觉得去哪里找这个病 如果没有这个观念 因为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是来自于维度跟测度 对不对 放在栏列 那这个现在是不是多了一个病 所以你要去哪里找 你会去维度里面找 还是去测度里面找 测度 因为它是那个阿拉伯数字嘛 0到447 那个447那是 那应该是阿拉伯数字 好 所以你去看一下 没有耶 所以就开始往上找 我本来我也觉得 应该放在这里面 这是合理的啊 好 我只能特别特别 请你们注意一下 它把那个病放在维度里面 那重点是我会想要修改 怎么修改呢 滑鼠右键 然后有一个叫做edit 来去修改一下 通常我们不是电脑 我们都会取一个整数值来去做 整数值 也许是0到100 100到200 200到300 我们是人 不是机器 我们没有办法去算那个 例如说是很多小数 好 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来去设定 所以呢 怎么样去设定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size of beans 是不是看到447 所以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值改成 例如说100 或400 就是我们的习惯应该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 所以我刻意会改成100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最小值到最大值 那就是我们所有数值的一个区间 有时候哦 我们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根本就不要 不要移到最右边去嘛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手动来去调整 手动来去调整 那等一下再去看怎么样去调整这些东西 可是重点是这个数值是不是去做一个设定 那你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parameter 建立新的parameter才能去调整这些 好了 不过 我们只先动这个100 然后点选OK 你有没有发现哦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边他右边还是帮我继续算 所以呢 他就切成 例如说0到100 0到100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不是有看到吗 就是101到200 总共有1189个 好 一此类推 所以这是第一个 很简单 那个病的修改 这你必须要会 那我们再来去做更进一步的 去修改 例如说 我根本就不要去算这个部分 因为太多那个例外 好 例外哦 超过两个标准差以外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把它折叠起来 变成一个合计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修改这个病哦 修改这个病 我建议各位 我们可以用create a new参数 建立它一个新的参数 好 例如说这个名称我们就叫1 就是我刻意 刻意建立一个 sales病的parameter1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是要current用100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看到最小值 最大值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去调整一下了 假设我的最小值在这个地方 然后最大值 好 我们去设定 设定 step size 我们可以去调整 这应该是 这边应该是 它把那个值全部都加总起来 所算出来的 算的是什么 次数 这个cnt 就是count c-o-u-n-t 好 所以这边我应该要先修改一下 不然的话 等一下会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值 不是计算次数 有看到 是加总 否则的话 那个病啊 设起来就会很奇怪了 这边是不是就是 加总的那个总值 就是0到100 有出现多少 然后101到200 总共出现的总值是多少 好 然后接下来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它其实可以是忽略掉 就是我的病啊 我只要计算到 例如说6000好了 6000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修改 修改我们的病 怎么修改呢 在这里 好 然后建议 建立一个新的parameter 例如说曲名叫做1 好 然后 这个是 最小值是 1131 有看到 最大值是 最大值是什么 500多万 最大值 它取到500多万 所以呢 假设我们设到 6000 就是 之外的我就不去做计算 你看得懂吗 这个是 1131 哦 1131 这个是500多万 因为 这个小数点后位 后面它取4 嘛 好 所以假设我今天 我最大值 我只计算到6000好了 然后点选 OK 最大值 我只计算到6000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话 它是不是就 去做了一些调整 所以它就不会呈现到 后面那个 拉了很大 很大 那个尾巴 它就帮我去计算出来说 它所产生出来的次数是多少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看得出来 这是呈现一个右尾 就是右边的尾巴 会拉得很长很长很长 好 这意思是什么 如果就分布来说的话 我们公司的营业 公司的销售 都是以那个 单价比较低的为主 也就是说 大概维持在 到2000块之内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金额越大的 所占的比数 是越少的 这是它分布图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 histogram很重要的一张图 记得哦 要学会修改 这个数据 好 我后来查到这个柄 柄翻成那个 柄啊 把啊 好 都不太好 翻成桶会比较适合 好了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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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